哈喽大家好 我是生活在越南的阿翔 这是我越南媳妇 玉泉 这个是我家二宝 王莫瑶 今年已经 不是今年 今天已经14个月了 王莫瑶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 是我最初来越南 是怎么来的 因为有很多粉丝 私下阿翔 你是怎么来的越南 又是怎么找的越南老婆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 爸爸 你干嘛的医生别干了 嗯 我是 2011年 9月28号 我从上海 独自一个人坐飞机 来的越南 那时候是 就是 没有像现在的网络这么发达 有微信啊 翻译软件啊 什么网络地图啊 全都没有 那时候我记得我拿一个 那么小的一种 还是智能手机 啊 当时 为什么考虑来越南呢 由于呢 自身条件长得不好 再加上 我想 我们家里条件呢 也不太好 所以说 我当时考虑来越南 我想呢到越南能试试看 能不能找一个越南老婆 嗯 当时就来找越南老婆的 嗯 完了 我爸爸他们 自己的反对 他们 不同意 说你一个人 人不胜地不熟 去越南 找什么越南老婆 啊 不要去 就是 这么一说 应该是20 11年的上半年 我爸妈他们 集体反对 我就跟我爸妈他们 闹了半年 闹了半年 我说一定要去 我爸妈他们就 集体反对 一直到 哎 哎 一直到 2011年的下半年 嗯 9月28号 我来的 下半年呢 我爸妈他们也就同意了 被我闹了半年 他们也就同意了 同意我 独自一个人来的越南 当时你们猜我身上 带了 带了多少钱 当时我身上带了多少钱呢 嗯 我自己打工 有一点钱 再加上 父母呢 卖一点 我们农村嘛 卖点粮食 卖点粮食 臭了两万块钱来的 臭了两万块钱 那是在国内 不像现在啊 办签证 四五百块钱 就能办到签证了 那时候你是办不到的 那时候我找 在网上 找了一家 旅行社 办了一张签证 我花了一千五百块钱 花了一千五百块钱了 后来 呃 又在网上订机票 订从上海 飞胡志明 当时机票 就花了两千多 这么一弄 两万人 就是加上买一些衣服啊 两万就去掉四千块钱了 四千块钱 我到上海 我记得我身上 好像不足一万六 也就一万五千多块钱 我来到越南 呃 怀着 怀着忐忑的心情 又是 嗯 怎么讲 从9月28号 早上六点 从上海 坐着飞机 到了胡志明 越南胡志明市 下了飞机 下了飞机 你们不知道 就是那种 孤独 那种无助 那种 说不出来的感觉 因为你 下了飞机以后 谁也不认识 字也不认识 所有的所有的都是 就是一切的陌生 很迷茫 就是 那种 那种 孤独感啊 就是一阵一阵 在你的心 心 就是内心啊 吸来啊 嗯 那种孤独 完了 我自己对自己说 我说我不能 买一张机票 返回中国嘛 那这样 我怎么在父母面前 抬得起头 我怎么在 所有知道我来的面前的人 抬得起头 我说我不能 我给自己鼓励 就这样 我从 胡志明出了机场 那是一个 下午一两点钟的时候 天气很热很热 我就独自一个人背着包 拉着旅行巷 我在不停的 向前面走 因为四叉路口 我无法选择 我要从哪条路过 我不知道 哪条路对我来说都是陌生 哪条路对我来说都是 坎坷 我就这样 随便选择一条路 我一直向前走 走了很远很远 甚至走了 有一个小时左右吧 衣服全湿透了 那越南乐泰国家 你们可想而知 那衣服都湿透了 走了很远 所以 后来怎么样 看到 一家这个写的中文的旅馆 所以说 吉人之有天象啊 咱们呢 要做好事 行好事 我相信老天 不会 让你这个 在外面遇到这些坏的事情 坏的人 我就 看到一个旅馆 旅馆的 老板是 华人 我跟他聊天 就是你特别激动 因为你看到的是 会讲中文的人 特别激动 然后就跟老板 老板聊起来 老板说 你是哪个公司的 派过来的工作 为什么没有人去接你 我说我没有公司 我是独自一个人 来越南 当然我不能跟老板说 我是来找老婆的 我就说 我来越南吵他 看有没有机会 老板呢 给我竖起大拇指 佩服我 你很厉害 能独自一个人 从中国 来一个陌生的国家 就这样 我在老板店里住下来 接下来就是 我在越南 是怎么样 一个经历 咱们就下期再分享 这期咱们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 拜拜 拜拜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少国在越南的阿翔 今天我们让我老婆一起来拍摄 因为这期会讲到我来越南遇到的第一个女朋友 这样的话她听到会不高兴 所以我就没让她过来 嗯 这个上一期咱们讲到是 我遇到一个华人开的宾馆 就是你到越南以后 遇到华人 能跟你交流的时候 你这时候会感觉很亲切 因为 你到越南 人不生 地不熟 没有 这个一个字 你能认识 这种无助 这种孤独 不知道跟谁去说话 所以当一个中国人跟你说话的时候 你会很开心 当然 他不是中国人 他是越南的第三代 第三代华人 我问他了 他说他的爷爷是从中国过来的 爷爷 他的中文呢 就是 嗯 能沟通 但是 不是很好 不是很好 能简单沟通 就这样 我就从他口中 得知啊 第五军 第六军 华人很多 因为我问他了 我说 这个 在这里能找个工作 啊 有没有你这样的机会 去哪里找 他就跟我说 你去第五军 第六军 那边 中国人华人特别多 还有很多 这个中国人在这边开公司 做生意的都有 所以我就 听他的话 在他并果住下来 一天是多少呢 二十五万 二十五万相当于 那米币多少钱 按照那时候的汇率可能在 二十四五块钱 一天 十多年前呢 算起来也不便宜啊 真的也不便宜 然后 住下呢 住下呢 早上起来 吃一口饭 就往第五军那边跑 就是天气很热的 就是靠自己步行 往那边走 走到那边 确实会有很多中国人啊 还有当地的华人啊 但是 你要知道 只是限于认识 人家跟你认识的 不可能说 马上就跟你介绍工作 跟你也不熟悉 不了解 没有这种情况下 熟悉的情况下 谁跟你介绍工作啊 是不是 就是 就这样 我跑了有 一个星期左右吧 就是 每天 重复着 一件事 往这个第五军 第六军去跑 想去找工作 找不到 找不到 然后有一天 我就跟这个 华人在聊天 我就说 这里有没有 中置公司 或者是台湾的公司 我去找一个班 上厂 进工厂 他说 你如果说想 去工厂的话 那你得去平阳 同耐 这些地方 中置公司 是非常多的 我就问他 那平阳跟同耐 在哪里啊 我也不知道 刚到越南 我哪里懂什么平阳 什么同耐 不了解 他就跟我说 你从 胡志明 哪个汽车站 我还记得很清楚 他跟我讲的是 14路公交车 那我坐到底站 就是平阳省 然后我就在他那边 退了房 坐上了公交车 一站多到底 我就到了平阳 到了平阳 确实发现 嗯 很多都是中文 写的中文啊 公司 叫什么什么 摸摸摸 公司 全是中文写的 因为 都是这个 大陆的 台湾的 公司 我觉得 哎 我能 找工作 在这里 能生存下去 那也是很不错了 然后我就在这里 满大街去 找旅馆 那后来旅馆也让我找到了 价格呢 跟在胡志明一样 也是八万块钱 一个晚上 也就是二十四五块钱人民币嘛 我就这样 坐下 坐下就是 每天我就出来溜达 喝咖啡啊 嗯 因为越南咖啡 比较便宜 一杯才 三块钱人民币 四块钱人民币 就这么少的钱 完了 我就每天我就走来走去 每个地方走 看能不能 这个找到机会 嗯 当然中国人 很多很多 中国人 我就遇到 也会 认识一些中国人 我就想 请人家帮忙 能不能介绍一些工作 但是 也是一样 只限于认识 你想人家给你介绍工作 谈何容易啊 很难 可以说不可能 不可能 所以就这样 应该有一些天了吧 完了 我每天都是靠步行的 我就买了一辆自行车 骑着自行车 偏洋省 也不大 越南卖一个省 没有我们一个县城大 嗯 我就骑着单车 我就蛮 搭接着跑 蛮 只要看到马路 看到工厂 我就上去问 这里招不招人 那里招不招人 我就不停的像无头昌夜一样 就到处 跑来跑去 就这样 嗯 依然是没有找到 没有找到 什么工作啊 什么这个 什么机会的 没有 完了 有一次 我在吃饭 我到一个快餐厅吃饭 这时候我的 第一个女朋友就出现了 怎么样的呢 我到这个快餐厅 我点一份牛肉炒饭 牛肉炒饭 然后 跟老板说 老板听不懂 那时候没有翻译软件啊 微信都没有啊 哎呀 我说这咋子 我用的还是智能手机 不是啊 用的是那种非智能手机 那种黑的 我这下咋子 跟老板也交流不通 完了那个 自己也无聊 也郁闷 就坐下来抽支烟 哎呀 郁闷了 这咋子呢 饭也吃不到嘴 也饿了 跟老板比划了半天 老板听不懂 然后我说 牛 牛 老板不懂 老板说 哎呀 我这下咋子 我饭也吃不到嘴 就到这时候 上来一个女孩子 这就是我来越南的第一论女朋友 这个女孩出现了 这个女孩过来呢 她称呼为 称呼我为先生 哎呀 我这个农村大老初 第一次上来跟人家称为先生 都觉得很 是不是 不好意思的感觉 完了那个她说 先生 你需要帮忙吗 你是不是 有什么 话 要我翻译的 哎呀 我一 我就感觉到特别好 特别这个开心 我说你是翻译是吗 她说是啊 她说我会讲中文 我说那你帮我 我点一个牛肉炒饭吧 我说我跟老板比划了半天 老板听不懂啊 她说那行小事 啊 我就 听这个翻译卡卡卡卡卡卡 三下五十五 啊 跟老板讲了 啊 老板就给我炒了 我也问她 我说你 来这里也是吃饭吗 她呢 周五 也是来这里吃饭 我说那这样吧 你吃饭我也请你一起吃 她说 嗯 就点了一份 也是牛肉炒饭 我们俩做一张桌子 开始吃 啊 这就是我来越南的第一论女朋友 后续发展如何 请听下期啊 咱们下期再聊 啊 感谢收看这期的视频 谢谢啊 哈喽大家好 我是生活在越南的阿翔 这期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来越南 有第一个女朋友 如何走到一起的 上一期我们讲到 在一个餐厅 我点牛肉炒饭 越南老板听不懂 后来一个女孩子 过来问我 先生你需要翻语吗 哎呀 我觉得特别开心 有一个女孩子 竟然会讲中文 来帮我翻语 我当然很开心的 我就 说我点一份牛肉炒饭 老板没听懂 那我说你帮我翻译一下 然后她就帮我翻译了一下 老板 哦原来你是那个 点一份牛肉炒饭 老板 我比划我说那个牛牛 那个怎么样 老板听不懂 可能这也是一种缘分吧 我跟她相遇的是一种缘分 然后她也点了一份牛肉炒饭 我俩就做一做 再吃 就聊了一会儿 她呢是在一家台资企业做会计 我俩并且留了联系方式 那时候有什么呢 有QQ 老铁门应该记得吧 在2011年的时候 12年的时候 是没有微信的 有QQ 哎 没想到她也有QQ 我俩就加上好友了 然后就这样 大概有20分钟左右 大家都吃完了 她呢也要回去上班了 我俩呢也留了电话号码 就这样 接下来几天呢 我也就时常约她吃饭 也经常会约她去喝咖啡 是什么情况 她叫何芬美 是越南的第三代华人 也就是她 爷爷他们那辈子 下南洋的时候 定居在越南这里 简称为小美 我就称她为小美 就是 跟她认识以后慢慢的 也经常会联络 经常会去 一起喝咖啡啊 吃饭啊 我去 主动去约她 后来呢 我还是自己呢 在这里待了有一个多月 找工作 还是没有找到工作 因为 这种在这个人身替不熟的地方 你想去找一份工作 那时候 没有微信 没有这种信息时代 你想去找 很难找啊 真的是很难找 因为你认识的中国人 只是限于认识 又不是真正的朋友 所会给你去介绍一份工作啊 不可能的是 所以说我也通过这个小美 我说能不能认识一些中国人 帮我介绍工作 小美说 这个一般 中国人来这里工作 都是派起 说你在中国公司应聘 然后到这里 派起到这里 技术人员啊 或者这个 管理人员 那我这个 要长相没长相 要文化没文化 我有啥呀啥也没有 是不是 就这样 我也很苦恼 找不到工作 但是小美还是很佩服我 为什么 就是她觉得 我一个 没有文化 没有任何背景的情况下 独自一个人 来闯到越南 她觉得我很了不起 所以 我每次约她 她都会过来 就这样 大概 其实 持续了有 一个多月 就是我觉得 我喜欢这女孩子 但是 我不知道怎么去开口 因为 咱们中国 有句狗话怎么说的 你也不杀泡料 造成自己什么样子 我也有自知之明 可是 我确实喜欢她 因为 从我的生长经历 我没有真正去 谈过一份恋爱 没有真正去喜欢一个女孩 而现在突然有一个女孩 就是 能跟我进场喝咖啡 经常跟我去聊天 我觉得 这或许就是一种 就是给你的感觉 就是 恋爱吧 就是我看到她 我很开心 她不在的时候 我就不开心 有一次 哎呀 我把她们照片给你们看一下 这就是 她就是 河芬美 小美 小美 有一次 我就主动约她 我说 去 越南的一个公园 就在平洋 有一个叫大南公园的 挺好玩的 我约她去玩 那是一个礼拜天 嗯 然后呢 她也 这个 如期 这个 来了 我俩呢 就 就这个 在公园里面去逛一逛 走一走 呃 我也不知道啊 我哪里来的勇气 主动 我去牵人家的手 我不知道 我哪里的勇气 但是 我知道 我 内心 紧张得不得了 内心在颤抖 包括手也在颤抖 手上全是汗 手心全是汗 甚至 抓着她手的时候 我不知道下一步要干嘛 我不知道我接下来要做什么 就抓着手 抓着手 两个人 一语不发 我也没说什么 她也没说什么 但是 她没有拒绝 她没有拒绝 我就牵着她手 一直往前面再走 就这样 走了好一段路 然后 我们开始说话了 就是 这个 我也松开了手 手心全是汗了 这个 因为我 我从来没有经历过什么叫爱情 什么叫这个谈恋爱 我也不知道接下来我要做什么 所以 当时也没人教教我 有没有这个 数码时代 有没有这个 信息时代 我不知道要做什么 比较笨 我们这些农村出来的老实人 真的比较笨 后来就是 她也没反抗 我俩呢 就 就这样 她呢 我就问她 我就说 做做做我女朋友吧 她呢 默论 她不说话 我呢 不知道怎么表达 因为 咱那个没文化 我也不知道内心 怎么去表达 我就想把我 怎么想的 我就怎么对她说 我就说我 喜欢你 就这样 我就 愿意做我女朋友嘛 她呢 默论 不说话 默论 就这样我们就 走到了一起 但是 只限于牵手啊 那时候 哎呀妈 胆子老小了 只限于牵手 嗯 接下来就是 她带我去她家里 给她爸妈看 那我老紧张了 哎呀我的妈呀 那我去她 见老丈人 丈母娘 老紧张了 嗯 去她家 总会要买点东西呗 买点东西 完了呢 我出手呢 咱里不能小气啊 我准备了多少钱 准备了 这个一个人见面礼 两百万 那时候两百万也不少了 两百万等于 人民币六百块钱了 那我身上也没多少钱了 我身上就万万八千块钱 没多少钱了 我就 准备了一个人两百万 到这边呢 就给了 这个她的爸爸妈妈 嗯 她的爸爸妈妈 不充许 她觉得这个男孩子 这个长相不说 没有收入来源 因为我在越南没有工作 哎 我没有收入来源 她家里人是不同意的 但是 不同意在她家里吃完饭 我俩就回来了 回到培阳这里 回到培阳这里呢 知道 有一次 有一次 是越南的国庆 越南的国庆是 每年的九月二号 国庆 我就约她去 海边 越南 头墩 一个海边去旅游 我俩呢 才是 去了 我俩才真正 成了男女朋友 哎呀 老笨了 你们不知道 那时候 我就是一个 农村出来的 没有文化 没有经济基础 没有长相 一个农村老实人 就这样 但是 我觉得我内心善良 我觉得我 能啊 要行善事 但是 我觉得我 碰到的都是好人 遇到的都是 能 给我指明方向的人 就这样 我俩就 在一起了 在一起 后来就开始 那个 创业了 那么 这期 我就分享到这里了 下一期 给大家讲讲 我们是如何创业的 哈喽大家好 我是生活在越南的阿翔 这期给大家分享 我跟小美在一起以后 后来开始创业 赚的第一桶金子 我俩 在一起以后 有一个假期的时候 是她那个休假的时候 她就带我 来到这个寝居啊 来到寝居这个地方 就是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城市 她说我们去那边旅游 我说行啊 那咱们就去玩一圈呗 因为当时我对这个西部 还不太熟悉 这是越南西部的一个城市 还不太熟悉 她呢 就带着我 我们从胡志明坐的车 来到了这个城市 到这个城市 我发现 这个城市 就是从经济啊 从各方面 都不如胡志明啊 不如平洋 尤其是经济更差 也就是说 这边还是 比较落后 比较落后 我心想 在这里如果做个什么小生意 可能会很好做吧 当时我俩就商量着 她也说 在这里做生意能做 后来 我们就在这里 转了一圈 就是 利用假期 在这里转了一转 转一转 可可有什么生意好做 但是 也没找到什么生意 咱也不是这种经商头脑 又不是那种 能抓住商机 发现商机的人 所以说 转一圈也不知道 做点什么 也不知道做点什么 然后就这样 一圈 嗯 假期 又到了 又回去了 因为 小美她得 要回过去 回过去上班 所以 就这样 假期到了 我们就回去了 回去了呢 我俩呢 就 就 又约 在那个下一个假期 我们再来这里看看 然后 我们 又到一个假期 就选择 还来这里 还是来到这里 来转一转 到这里以后呢 咱还是转一转 就是 不知道在做什么 有一次 去 小美去买衣服 我也跟她一起去 去一个服装店去买衣服 她在买衣服的时候呢 我就 在里面到处去走一走 看一看 这里面的衣服 我发现 这里面的衣服啊 全是中国生产 全是中国货 所以 呃 我当时心想 哎 能不能开 服装店 我就跟她在讲 哎我说这些衣服 都是从中国过来的 能不能 我们也在这里 开一个服装店呢 因为是什么呢 我给大家说一下 越南 像 这些服装店吧 他的货是从哪里来呢 从胡志明 有一个安东市场 也就是说 他是越南的一个 服装批发市场 那就是很多服装店 他要做到这个服装市场 去批发 回来再领售 再卖 而安东市场 他的货呢 又是从中国过来 从广州啊 从广州啊 大河啊 白马啊 从那边过来 我就在想 如果说我开个服装店 我直接从广州拿货过来 这样的话 就省了一个环节 价格上会有优势啊 然后我 我跟 哎呀 我跟女朋友就一派集合 就说 那我们就做服装吧 然后 在这里去找房子 这就是我 这个 到越南 做的第一个生意 也是第一桶精湛 我在最高峰的时候 服装店里 请了五个服务员 请了五个服务员呢 我们就租了一个房子 当时我身上钱 也所上无几了 然后就租了一个房子 租了一个房子 拿货也没什么钱呢 拿货也没什么钱 后来就是 我弟弟 又给我借了一部分钱 从国内进货 从广州进货 进了第一次 我记得很清楚 第一次是进了 五千八百件衣服 就是 都是女装哦 都是女装 就是 有上衣 有下衣 联谊群等等 从广州发货 到胡志明 到胡志明以后 我们又去 自己去拿货 提货 又到这个勤居 又开始出样 哎呀 生意 一开始 就我女朋友 一个人卖 因为确实 这当中 存在着价格优势 我直接从广州 沙河那边 白马那边 拿货过来的 确实存在着 这个价格优势 一件衣服 我记得 我们卖多少钱 人民币 差不多六七十块钱 这里面 我还能赚多少 我能做对半 对半的 也就是一件衣服 我的成本 有的时候 一件衣服 二十块钱左右 好一点的 二十多块 加上路费三十块 我到这边卖个六十块七十块 我也做对半 所以 一开始 知名度还没有打出去 慢慢卖 慢慢卖 后来 越卖善意 生意越好 我最高峰的时候 我店里请了五个服务员 哎呀 生意真的老好了 那时候 自己也没想到 我能在越南 生意能做得这么好 服装店 我一共开了三年 第一桶金子 就是从这服装店来的 我俩在一起 也挺好 后来 慢慢的 慢慢的 我们 我们之间呢 就发生口叫 在一起 三年 她也跟我 到我中国去去 到中国我家里去生活 也有 我在越南 跟她一起做生意 就这样 三年 三年 遗憾的是什么呢 小美胎 就是没有怀孕 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们也去检查了 她也没问题 我也没问题 但是 她就是没有怀孕 很多人说 孩子 想要孩子 她也需要一种缘分 所以说 不是你 身体正常的 就能怀上的 就是没怀上 导致呢 慢慢我俩之间呢 就会发生一些矛盾啊 两人就会吵架 那 后来慢慢的 随着这个 吵架机会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生意也感觉 越来越不好 但是 最后呢 我跟她还是分手的 我跟小美分手的 我问她后悔吗 她说不后悔 但是 说实话 我分手了 我很后悔 可是 缘分已尽 我俩三年在一起 缘分已尽 就分手了 分手了以后 我 这个三年 所积累的资金 我给她买的地啊 买的车啊 什么都 买了在越南 然后我呢 当然也会有一点 也会有一部分资金 在我身上 但是给她买的地 包括这个服装店 最后 分手的时候 我说 这些所有东西 都归你 我也不要 我就走了 我一个人 被这包 离开了 她后来的店呢 也关掉了 也回去 回她自己家乡了 我呢 一个人留在这里 因为我在这里的三年当中 我又积累了很多冷脉 很多中国人啊 朋友啊 在一起啊 冷脉 然后呢 我又从事的建筑行业 下一期 讲一讲 我跟我现在的老婆 怎么认识的 感谢大家收看 再见 几天没有更新了 今天终于更新了 今天讲述一下 我跟我 越南老婆 旁边这个就是我 越南老婆 在越南是怎么认识的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少活在越南的阿翔 这是我越南媳妇 今天呢 讲述一下 跟我越南媳妇 我俩是怎么认识的 当时呢 我媳妇是在 这个 鞋场里面 在一个鞋场 在鞋场 这个负责人呢 老大呢 是我一个大哥 线下的一个大哥 是湖南诸州人 我媳妇呢 就在那厂里 当时我也不认识他 因为厂里 有几百个上千个工人 我哪知道 哪个是他 我当时喜欢的是谁 是我大哥的一个翻语 哎呀我那妈 那翻译长得这个 好 那个中文也好 这个我就喜欢他 这个我老婆她也 她妈也知道那个翻译 那翻译长得好吗 媳妇你说两句 我说那翻译长得怎么样 比我丑一点 比你丑一点 其实这个 现在看的 确实没有你漂亮 就是当时我也不认识你嘛 所以我觉得他还可以的 你知道吗 当时我也不认识你 我觉得很行 我就追了 追那个翻译呢 追了有一个礼拜 了解一些 一些情况 什么情况呢 这里的家里饥荒太多 我的妈呀 这个我还不认识呢 我到时候再给他家里还饥荒 那我就还不来了 我就放不上了 然后我那个大哥也说 哎呀说你算了吧 说这个 那女的家里 差人家钱太多了 还是在厂里再找一个吧 然后我大哥拿出手机 打电话 打给另外一个翻译 另外一个翻译过来了 我大哥就说了 哎说那个谁 你看看厂里有没有这个 没结婚的未婚女孩 给那个翔哥 给我老弟介绍一个 然后那个翻译就说 那我就在厂里找一找呗 哪一天找到的 就是那个 让我们见面 就这样 然后那个翻译 就在厂里 把我去寻找了 后来差不多有 一个星期左右啊 那个翻译呢 真的给我打电话了 翻译自己给我打电话的 哎翔哥你在哪里 我说我在外面工作呢 他说我给你找个媳妇啊 女朋友 是厂里的 说那个你有空啊 我说有空啊 什么时候能见面 他说明天是礼拜天 如果有空的话 我们约一下明天 在那个咖啡厅见面呢 我说那行啊 那个明天要在 那个咖啡厅 约好了 见面 然后 这么一说到第二天早上了 到第二天早上 我就到咖啡厅了 我一到咖啡厅 我就看到那个翻译呢 跟我媳妇 坐在那个角落 哎 结果当时你看到我是 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你说一下 第一次见你啊 第一次见我的时候 看你的丑一样鬼 丑一样鬼 就真的讲 他呢 他呢 骑一个烂摩托车 骑一个烂摩托车 这就到此都往 骑摩托车 还有屁股往一边 屁股往一边 屁股往一边 屁股往一边弯 那是在抽摩托车的座位 斜了嘛 我就往一边弯嘛 要往一边弯 骑一个烂车 第一次我在那个咖啡厅 看你出来 看你进来啊 嗯 我说妈的 那个男的丑死了 哎呀 不是有那么丑吗 啊 我在咖啡厅 我看你在外面进来啊 嗯 我的脑子想了 我的天哪 那个男的 丑不得了啊 丑不得了 对呀 没有想到这么丑这样 那你为什么还同意呢 后来就听到你的声音 好听 听我声音好听 被我的声音感化了 听你说的声音好听 本人是不得了 哈哈哈哈 本人丑得不得了 当时呢 我俩就这么 完了那个在咖啡厅 这就是第一次见面 我老婆 她对我的感觉 我对她呢 我就哎呦 这里就可以啊 长得挺漂亮的 是我 是我喜欢的类型 然后咱们那个咖啡厅了 以后后来就吃午餐了 是不是 还吃了什么 还记得吗 牛肉火锅 是不是 然后下午去干嘛呢 下午去钓鱼了 下午去钓鱼了 你不知道吧 你说是完了去钓鱼的时候啊 你就是前面嘛 我跟那个朋友在后面嘛 看你起不出 我们两个人笑死了 看我骑个烂车 就那么笑 还有往那边 一边斜 我在后面笑死了 就那么笑 嗯 哇 你们真是这么笑 还带一个小宝宝的呢 还带一个小宝宝 还捎衣服什么 正装 嗯 跟那个 上班那个领导什么一样的 不是 跟那个卖鱼 是上卖鱼一样 带一个小宝宝的 哎 我叫奥宝 奥宝你干啥啊奥宝 奥宝啊 爸爸呢 不要闹 不要闹 给爸爸妈妈妈拍视频 不也可以啊 哪有你说那么夸张 照你这么说 我就丑 丑的不行了 是啊 这世界上第一丑呢 所以你一辈子 我没人嫁给你 就是你命好 所以你在找到我 这一辈子 不会有人嫁给我 命好找到你 是 真的假的 实际上喜欢我的人 还是蛮多的 哎呀大哥 就这样 人家不知道是真的 喜欢你 还是什么 喜欢你 说不上 反正你就透过那一天的认识 后来我们就 用手机翻译 用手机聊天 是不是 聊了有多久 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左右 到了越南国庆节 还记得吗 越南的9月12号 我约你去海边玩的 还记得吗 我约你去海边 你也 你怎么 我约你去海边玩 你也去 你为什么去 没去过海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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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瑶瑶你干嘛 没去过海边 你就去了 是 那天 你没想到什么 是 是你说的 你没有朋友 你去玩 嗯 放假了 在家聊聊 叫我 我真好 也没有男朋友 就一起去 你去了 嗯 去了 你后悔吗 后悔啊 现在后悔你是 晚了 不是 我就实话 实话说一句 你现在后悔吗 现在不后悔啊 不后悔 我是早了 现在晚了 哈哈 现在后悔晚了 是吧 当时 我后来 我们9月1号 我就约你的 后来9月1号 早上我们去的 这个放假了 厂里也都放假了 我们去了玩了 去了到 头墩 去海边去玩的 第一天晚上 我们还没有成为男女朋友 你不浪 啊 我老激动了 老冲动了 我的常是 有些朋友一起去玩 不是想到这个事 是你的脑坏了 所以想到这个 不是我的脑坏了 这个男女 干财烈火 我跟你去玩下了 再跟你去叫了 是吧 干财烈火在一起 能不发生那个走火 擦枪走火吗 啊 然后你就不浪 一直到第二天晚上 哎 第二天晚上你为什么才同意呢 看你可怜 看我可怜 哈哈哈哈 哈哈 你也 抓起来看我可怜 所以第二天晚上你才 才同意 是吧 看你的人才可以 是 第一天不给你碰到你 你也 你一期间 你也 没啥 那我怎么能 这个 霸王印象公网 我也不能这样吧 嗯 所以到第二天 我俩 才那个真正成了男女朋友 然后就从 那次应该是 哪一年我也忘了 应该是16年吧 16年 16年 就这样我俩就成为 男女朋友了 嗯 我的 越南老婆 就这么早来的 给你们 这个一个 一个学习的机会啊 有想来越南找媳妇的 可以自己去认识 自己去谈嘛 哎 说不定你也像我这样的 一下子就认识了 对不对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收看 感恩大家 再见 再见